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摆上一点 影像的发现 因为我跟我想改镜班的地方是有些玩的 是玩什么呢 怎样去没有镜头做到影像出来 不需要镜头 有些人说你说是见到影像 历史上讲有人说在黑房 黑的环境见到影像倒转 是否真的要假呢 我就教学生自己怎样剩一部镜头的相机 镜头相机其实坊家是有能买的 都挺英俊的 但其实还有一样东西 它所谓的镜头相机只有一个壳 大部分都是落菲林的 落菲林 摆一张120号135号大部分都是 都说过那个镜头的大小就由你自己而定的 你自己选择去玩 怎样呢 当然啦 我教的班就会 当然我不是叫你要转床慢慢搞 那我会弄了个班那里 我会给你一些拍摄 你回去自己拍摄影像回来玩 那很有趣的 在拍摄的过程之中我发现很多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 最大问题就是那个丝无事会做 是啦 很多人不知道的 一当你用一个针孔相机的镜头 其实它简单怎样做呢 当然啦 因为其实简单解释 针孔相机呢 其实你一个针孔呢 即基本上你收到最小光圈 是 其实你呀 现在你想 想看到你的尸无事会骯不骯髒 你收到22光圈之后呢 10架还有9架都骯髒的啦 因为你拆 装镜 拆镜 那你其实入了 不知道的 你看不到 一般来说就会看不到 是 总之如果你经常用大光圈拍照呢 其实基本上你就不太用 使施无事的不骯髒的 不骯髒的 但是如果你一收光圈呢 16流下呢 很多都骯髒的啦 因为你其实影像结像了一时了 尤其是我们如果看施无事 光不骯髒呢 一来低些光 第二就是说你拍些全白的东西 全白的影像 那它就会见到骯不骯髒的 那当然呢 你就不要自己去抹 有些人是我教人去抹的 那我就不太建议了 因为你抹花了 好 应该最近也有个同学问我 我怎样怎样 我好像花花的 我先头说叫你 你 就有一个方法啦 第一首先 拿一条塞打绳 插了下去那部机 开B发门 按着去 那么就反过那部机 用移动在上面移动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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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再看看 你要想知到吗 很简单的 开了部机 教到去你不需要放镜头下去 你开部机 教到去大约是125发门 按一下 因为你没有影像 没有影像你只有白光 如果它里面放大逐个部份 看看看到有垃圾 有垃圾之后有塵 同样的动作 按摄打承用B法门按一下 你拍出来的光影像是白色的 你再放大那个丝无时之放大 看照片看有没有塵 有塵就知道 记住如果你看到那个影像 有塵在上面 其实你看到丝无时之下面 倒转的 那你塵干净了 那司歌还有一件事 不要推到太阳 不要推到太阳 很有趣的 最近有个同学 阿sir 我会去不知哪里 很多沙漠 有30层 有没有办法 我塵很难知道有没有机器 可以小一点 有的 可以买的 是你有没有见过 譬如你这些玩具店 买玩具的地方吹波 那些崩 这么大过的 不过你要拉可以啦 这么大 有齡的 一按键就噴的 噴小一点 你直接吹下去 会危险的 不要乱来 即是 你远些吹吹 吹尘 为什么呢 他那次問我的鏡頭常常遲摸切 切到整晚都沒得睡 我就說你買過那些東西 你不怕重的就放進行李箱那裏 你腳架、相機就像噴風一樣 這件事可以買那些波 我今天沒放下買擺相片 都不要緊的 其實你去買這個這麼大的 它有一條喉的 那喉一按鍵就啪啪出來 有些罐裝的壓縮器是怎樣的 是可以的 但是你帶不到飛機 對 如果在香港 在香港就可以買罐的壓縮器 那些壓縮器其實有少許味 所以罐裝壓縮器 我都不敢放得這麼近 第一 所有罐裝壓縮器體 你不可以近熱的地方 其實就像噴漆一樣 它本身都是一些壓縮的 那些 chemical的氣體 如果你說買過那些東西 都可能一百幾十而已 那些東西 不是很貴的 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 可能我當你三四百元 買過那些有條喉 你自己回家還沒吹 不用 一百幾十 那不是幾百元 那隻幾百元這麼大 我剛剛今天沒買到那些照片 其實有一件事 就是要留意 就是說吹 就不要直接吹到施無時 寧遠一點 吹出去 如果施無時 就寧遠一點 就不要這樣吹 但是你說我們吹那些鏡頭 尤其是去大沙漠 沙哈拉 你吹不行的 買舊的東西吹 就OK的 可以考慮 另外 我們上課 我上鏡班 改鏡班 改鏡工作方向 那我就會 我會給每人 那很有趣的 我上課之前 報名之後 就叫那些同學 還未上課之前 你給你常用的鏡頭 那個model給我 那我就會預備了那些鏡頭蓋 body cap 那跟你轉了一個大洞 那我就會給一些鋁片 那些什麼鋁片呢 就是說 其實很容易的 你去買罐可樂 喝完水乾醬去剪爛去 剪開 那些很薄 那塊是0.1mm的 那塊鏡頭 剪到四四方方 那便 找一支針 不要找一手刺 譬如你用針板 你放在桌面 找個錘仔好 鉗仔好 一個洞仔 那幾大的洞仔呢 你就慢慢試了 你可以自己 每一個環境去粗幼 洞大洞小自己試 那試到最好的那些 你會發覺 不是最小最好的 很有趣的 那你慢慢試 這個上課都會教的 那大家會看到的 那便刮個洞 刮完洞 接著去拍 很有趣的 你拍的範圍呢 其實你近的細節不多 不是太漂亮的 但反過來 如果你拍的那些 較為遠一點的影像呢 你遠一點的影像呢 是會清晰的 即是不是說很清晰的 即是叫做有些 ok的 有影像 有影像 而影像都ok的 那我會放些相片給你 給大家看的 那其實就我上課呢 都有教的 另外你就如果用針孔相機 很有趣的 如果用針孔相機 我們知道是自製的 針孔相機 是 你拍的最接近 你發覺很接近的影像 而且如果 因為我們受限制的 先無時 我們以前做到早期 我早期那時候 玩輝林平台 很有趣的 我們找個紙盒 硬紙 當然找個交易 你親眼的 那時候是沒有 所以就猜了 猜了幾秒 遮住它 1 2 3 4 5 6 7 就是這樣被掩蓋 那你拍完之後 你發覺原來 它可以圓形 即是國光進去 可以很闊的 即是你那張鏡子有多大 它就真的可以拍到多大 那當然 就很長 大约我一般都是六串、五串 当然我自己做当然做得很帥 但是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在哪 以前初学玩的时候有兴趣玩这些 现在就不用了 买部相机有镜头盖转个洞 比如找个大一点的洞 转个洞之后找一块铝片 捉个洞仔捉个洞仔接着就去拍 那你就可以见到如果你拍近的 应该的image不是太美 但是拍街景是OK的 亦都有一些蒙蒙的、化化的的影像 有几有趣的 那这个你可以自己试下大家 那在这里讲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刚才讲的ISO 那ISO那里有个同学问我 我用着850 那我拍一些暗的东西 我用的是ISO不太高而已 我用的是850 但是拍出来我放在PS那时看 那些黑位好气沙 那大家留意一样 在影像的过度 比如在一部机的CMOS 影像吸光的过度 黑位是没有detail的 光位才有detail 光位才有detail 那如果你拍了下去 无论就算用400度ISO也好 800度ISO也好 你拍一些黑位、暗位的东西 它其实根本里面是没有detail 没有数据给它 没有data应该说 那如果你将它 在SOHO座 例如你裁了一区来放大 你发觉它起沙 那你会怀疑 没有理由 我800ISO 起850的质素 没有理由起沙 其实我想问你一件事 当你没有数据的东西 你给什么它放大 你只是将数据的不完整放大而已 你没有数据不完整放大没沙 最简单而已 其实我们那时拍照都是 我们有时拍照就是这样 假设天气不好 好像暗一些的环境 我们可能用1200 12800解数 当然暗位当然是差 是 但如果我在好光充足环境 即是我想要影像很快 但我要景深长 那可能我收到11纲圈 那我11纲的ISO就能提高了 但如果它那个光是中充足的话 即是足够的话 你发觉那个ISO就算去到12800 它不是很差的 对不对 不会说影像是差的 因为它本身因为有足够的Data给到它 出来的效果会是很实正的 是 即是不要想着说 不是啊 你卖七百百倍ISO 即是难听你说的 有些你如果控制不了部机 给200ISO你也会死 所以这个就是 我十几年前 刚刚拍数码照 还有一些前辈的 和我自己的想法是完全逻issant的 他们那时 叫我们拍数码照 零暗 不要光 即是暗了 dun Пр vão Miss 非想去 非想去的是光暗 不就是光黑 至要满 Vedません 我发觉那事情 是跟你想想象的一样 因为我宁愿光 真是 所以它 colonies 如果有光线按暗一点是比较漂亮的 如果你调转黑位就像你所说是起沙的 其实他所说的充足的视频 当然你不要去到爆了 所以不要去到爆的我宁愿光线了 因为光线了通常你回来Photoshop按暗是比较漂亮的 其实每部相机大部分都有的 有一个叫做强光警告的功能 你可以尝试试试试 有些多数都没有开的 你懂得开回去 开回去的好处就是当你拍的太光的环境 它会斩的 就是告诉你这里的数据已经爆了 即是它的CMOS承受能力已经超过了 当然你拍Raw是OK的 所以Wall加JP是Wall加JP的好处 以前我拍Wall加JP的原因是 我怕我连环快跑会够 不会做 即是储存的速度不够 现在不会啦 现在这些卡快到这么厉害 是 机又快卡又快 卡得快 最主要是卡的储存能力高了 那现在Wall加JP基本我都开始 偶像都会用多了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它本身你要知道一样东西 当你有数据它有得加 所以旧的意思就是我有数据我先减暗 先将数据delog 但是你没有数据的东西 你硬硬提供没有给你 你没有没有得加的 这个是永远存在的问题 所以你留意一样 就算我都说我在拍这些影像 我要上景深场 但是我要很快的快门的下 我宁愿加ISO ISO高 你不要想着 ISO高 会不会容易沙 其实现在的ISO的质素 比以前我们菲林年代是好多 最好笑的一次 是第一次我和Andy Sir 一起去江西试过笑话 是 我们拍摄一张都很沙 旁边有一班国内的朋友 他们那班都很先进气财 是呀很行的 D5 604 那时候5D3或者1DX 5D4 什么都有的 但是每个拍摄的人都骚了 那接着我又不太明白 接着我又不知道 和他们吹嘴 就是没什么所谓 我那时候老是知道48 还是不知道 只要遥报5D3 喜欢走过 用手握一按两张 和同学在一起吹嘴 接着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 问我们 为什么你们可以拍得这么确实 我数高一点 不是呀 阿sir说不行 阿sir说不行 是不准的 接着我看一部机 最高的ISO设定是400 是呀 他们说200 只用 根本他们说大部分 他们叫阿sir用200 我说没理由 为什么用200 不是呀 他说400以上的ISO不能用的 很差的 不是呀 但今儿今儿的ISO 已经去到 很多人说普普通通 800度ISO 是没有的 可能有问题的 就是大部分 就算你那些低階机 就算去到 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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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说原来 那我们试试提高先 提高的放大是没问题的 是 那就是说 在菲林年代那班师傅 他想法 当然我们知道的 我们拍演唱会 很想的 去到400是尽量的 就是你不敢用800 那时有富士 有出800ISO的菲林 但是你真的不敢看的 拍完这相片出来 我宁愿用400ISO的菲林 去拍完under少少少 去晒的时候 叫师傅跟我调根高少少少 那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今时今的菲林 和数码的那个比较 是差得很远 但是留意一件事 在ISO来说 应该说 他测光曝光系统 一定要尽量 是本足到他的data 这个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如果你不是说 你出来 你觉得 简单一句 我under了那个 就是暗位 暗位你想提光 又要帥仔 是没可能的 因为你 你不logic 就是没有那个逻辑的 所以又反过来 你影星就不同 影星我真的要黑 我放不会放大 它要黑位 我只是说 我影星好 影银河好 我都是要暗 跟光的对比会漂亮 所以暗 反而我所有人 会压回暗一点 因为他 因为现在 除非你好像 阿罗阿图那地方 南非比亚那地方 如果不是大部分 香港的光外都很厉害 你永远要暗一点 出来的那个星河 或者星轨 会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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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 我都说 经常我们拍的一些星轨 很多时候我发觉 那些同学拍的 都只是白线而已 没有色彩的 阿尔问 因为你拍的时候 你拍大一张 你看到一点点光 你觉得它不够 你放大看 其实它全部的点 都变成白色 其实是多了 你把ISO可力再降低 或者把快门再慢一点 令到它宁愿 勉强下降 那变成白色的星轨 因为光差很大 黑和白的光差很大 你如果可以 就把对比再降低一点 等到它光差没那么大 另外那颗星就会出色彩多一点 不过这个 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影星 因为对上有些 不是这个是事实 因为影星河 你自实上 尤其是一直跌下去 你是会越来越爆 越来越什么 所以你说得很对 是啊 因为刚才是我们 和你的色彩绝对没有了 白了 很多时候有些人 就怕不够 就开over 因为你旁边是黑色的 那你就觉得它好像不够了 那其实就反过来 那里不需要那么多 那影星反而要 还有一个对比要降低 因为你光差太大 宁愿你做到回来 叠好一张照片 然后再调回 是 那就会漂亮一点 不过当然这些留下 如果有哪些影星的高手 就是我所知道我的经验 我曾经拍得到 影过效果 那我就给大家的意见 没错 那就有没有其他东西 没什么特别 那就希望大家的身体健康 和我们早日可以正常回来 正常回来的活动 好了 今次是这么多 是这么多了 下周见 拜拜